9月16日,数字长城保护工程在金山岭长城启动,来自中国、英国、美国、法国、瑞士等国家的知名专家,齐聚金山岭长城就如何运用高科技保护长城这与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进行深入探讨,并正式启动数字长城保护工程。 启动仪式后,迂回专家和各民族的青年志愿者代表在长城上宣读了长城保护宣言,数字长城保护工程将运用直升机、无人机倾斜摄影系统,街景采集车、激光雷达扫描等最新科研设备和技术开展长城资源和随混情况普查,同时启动数字化虚拟网上长城博物馆建设,使长城保护进入一个崭新的极端。 新货车记者洛学峰、张富阳、河北报道。